大家好,我叫袁景明 我是土生土长的文化人 我是一个饼帽收藏的爱好者 我收藏超过20年 我收藏上有超过2000块 各式各样的饼帽 收藏饼印的契机 就是我九几年的时候 其实是在湖南长沙读书的 有一次经过长沙的跳组市场 其中就会看到里面有饼帽 太精美了 饼印图案是非常多的 譬如它会有才子佳人 又或者会有麒麟送子 又或者会有四季的花位 各式各样的图案 形状都有很多种的 我们一般认为月饼都是圆形的 它不是的 很多时候它是很多种形状的 譬如它是葫芦形状的 譬如它是椭圆形的 譬如它是灵形的 各种都会有的 随着收藏的那个饼帽多 随着收藏的那个饼帽多 那个量越来越多 我会收藏到自己的名字 就是跟我同名的一块饼帽 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是什么字 就是一个名字 玉岳名 这是我的名字 就很巧合在陶的时候 那个买渣它其实我问它是什么字 它都不太知道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名字 一个补体的一种写法 我就把它作为了我个人的一个标志 这个呢就是福建那边的饼帽来的 这个是一个组合印来的 因为那些年粉很黏啊 然后呢 它做另外一种的时候呢 就等这里干爽 然后再做另外一种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些饼帽是台湾敏南地区 福建这边比较多的 它会上一层七红七 一个可能跟它们近海 沿海 比较潮湿 容易产生的那些柱 重复柱的那个木料有关 第二个又跟它们的传统有关 那也都我听过的另外一种说法呢 它是每一个子女 七架的时候 就会送一个给它大过去的 所以它会游成红色 不要看少了一块 虽然是小小的饼帽 但是它就是古人生活艺术化 或者将艺术生活化的一个载体来的 所以我可能最想做的一个反而不是开博物馆 或者民族馆 我最希望的就是在北教的将来呢 我可以推出一本书 它就是一本关于 饼印美学的一本书 饼帽这一样传统文化 可以用结合现代的这种传播方式去 去扩展它的整个空间 始终饼帽这些图案 或者这种传统图案 可能越来越少 但是它是一个保护来的 我觉得应该会被更多人去看到 下载N视频APP N种方式 打开世界